成亲之前不准再出门的 我真的不想嫁到赵家 你嫁入赵家以后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团长 明天的婚礼照样举行 爷爷不要 我不要叫 没规矩 怎么不听话了呢 爹 算了吧 小孩子可能有一点认生 其实叫不叫娘都无所谓的 不行 赵家的子孙一定要讲规矩 不能见不得场面 你认生话将来能春春初期啊 听话 叫娘 不要 我不要叫 他不是我亲娘 刘妈才是我娘 刘妈才是我娘 小少爷 我说你说话啊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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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哭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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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爷爷的话都不听 越来越没规矩 老爷 求您原谅小少爷吧 他年纪小还不懂事呢 太任性了 还懂规矩没有 小少爷 小少爷 这家报 没有娘在身边管教就是不行 这家报怎么能这样呢 说柳妈是他妈 这在外面要是万一人家不知情 还真以为柳妈是他亲妈呢 哎呀 没办法呀 那孩子可不都是这样 其实呢 在孩子心里呀 那谁对他好 他心里是最明明白白的了 自从碧云弟妹走了以后 就是柳妈一直带着他 你说这么多年下来了 朝夕相处 那家宝在心里 可不就把柳妈 当成自己的亲娘了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难怪呀 是没办法叫其他人亲娘了 玉琪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往心里去 以后多跟他亲近亲近 他会接纳你 我明白 爹 那是你大哥天威 那是你大嫂秀云 大哥好 大嫂好 弟妹 你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我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 谢谢大嫂关心 我还一直挺担心的呢 听说你昨天睡得晚 我呢还怕你今天早上 不能给爹和娘献茶 听说你昨天晚上 新房有男人的声音呢 知道这事儿我还挺高兴的呢 新小 这新媳妇刚进那儿就冲喜 就把我二爹给冲醒了 秀云 你说什么呢 玉琪 给你大哥大嫂进茶 是 大哥 请喝茶 谢谢大嫂 大嫂 请喝茶 谢谢大嫂 老婆 你怎么把弟妹 寄给你的茶给吐了呢 你这样的话让弟妹多尴尬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又不是不清楚 这几天我身体不好 吃什么都想吐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知道 天威啊 秀云不舒服 赶紧请洛大夫给她看看 先扶她回房休息吧 我知道了 爹娘 那我们先下去了 好 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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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奶奶有喜了 有喜了 真的 对呀 已经三个月了 洛大夫刚刚检查过 那赶紧去看看 来 喝点莲子羹啊 这个对身体有好处的 你看 快快快 拿手绢过来 快快 哎呀 你还想吃点什么 好 来来来 拿走 哎呀 我说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也让秀云啊 静一静 有孕在身的人 重要的是要休息 是啊 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呀 就是太高兴了 我都等了十年了娘 我终于当爹了 当爹了 我当爹了 老婆 我做爹了 知道了 娘知道了 你呀 跟娃娃说一下 给大上奶奶炖点补品吃 是 夫人 老婆 秀云啊 你现在重要的是要好好休息 不能太劳累 有什么事让下人们去做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娘 有什么事我去做 我去做 那行 就不妨碍你休息了 我先走了 谢谢娘 老婆 他必须送送娘 娘 慢走啊 好好照顾秀云 娘 您慢走啊 小姐 放心 天威 你这是演的哪出戏啊 老婆 老婆 我这种天威 打心底里边感激你 好了 快起来吧 快当爹的人了 还这么没征型呢 老婆 我太高兴了你知道吗 我等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当爹了 我终于当爹了老婆 知道了 知道你高兴 老婆 那咱们得争口气 咱们呀 要生个白胖小子 你放心吧 我还有感觉的 肚子里怀的 肯定是一白白壮壮的儿子 真的 老婆 那我太谢谢你了 这是多么美丽 又特别的女子啊 想必 她就是天威 日夜思念的碧云姐姐吧 我帖婶姐姐 我叫她赵家来 是不是我可以 你你命之中的安排 如果你真的有缘 我希望你能保佑 二少爷和家抱 能够早点接纳我 我一定不会 会辜负你的所通 二少奶奶 春兰 我来吧 不用不用 二少奶奶 这少爷就不用麻烦你了 没关系啊 我已经嫁到赵家了 所以照顾二少爷是应该的 春兰 看来二少爷还是完全喝不禁药 这已经是洛大夫给开的第三副药了 每次不是被二少爷吐出来 就是流出来 二少爷从小怕吃药 全都是因为太苦而喝不下去的 那二少爷从小到大 都没有喝过中药吗 也不是 二少爷小时候得病的时候 老爷夫人都是经常给他请西医 让他不喝中药 可是 陆大夫说 这次的病 只有中药才能够治得了 天羽的情况怎么样 好些了吗 陆大夫给他开了三副药 那大家先让他去 训练 那我们不能够找着 有个好意思 那我们不想要 把这家人都红了 一些日子 我们下午 就要一直在 我们下午 尤其是 看人家讀书 难得 我们家家宝要有你这么勤学就好了 他真要有你一半的勤奋 将来这孩子就有出息了 所以我想跟爹借书看 想看哪一方面的书 我想看钥匙的书 怎么想看这类的书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 好 那丫头在干什么 天忆生病了他也不管 不用担心 这孩子做什么事情 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再给他两天的时间 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二少奶奶 您吩咐我买的药材 我买回来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桌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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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嗯 你 你在干嘛呢 我在煮饭呢 二少奶奶 你好 你醒了 二少爷 这是二少奶奶连夜 亲手为你煮的羹汤 和糯米饭 冲着这份情意 你应该多吃点吧 好吧 小心 来 小心 慢点 来 冲南 这根好好吃 是吗 那多吃一点 小心噎着 肚子好饿啊 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而且你这个羹 做得特别好吃 那当然了 二少奶奶可是 从昨天晚上 就开始准备了 厨房里可热闹了 听王妈说啊 这个羹和饭 全是用了几十道名贵的中药 熬制成的呢 这羹和饭 叫什么名字啊 二少奶奶说 这个饭叫香随饭 这个羹叫童心羹 恭喜老爷夫人 二少爷的身体 已经大有起色 再调养两日 但是就可以康复了 罗大夫 天宇这次的病啊 亏了你多帮忙 我要好好谢谢你 老爷不用客气 说来惭愧 我开了两副药 全给二少爷吐出来了 若不是二少奶奶 熬制的特殊药食 既能帮少爷开胃 又能发挥其药效 二少爷的病 不会康复得那么快 所以呀 这次最大的功臣 是二少奶奶 老爷夫人 这就告辞 好 慢走 春来 您慢走 告辞 来 这边请 玉琪 你怎么会齐皇之树呢 不是 我是看天宇整天吃不下中药 所以就跟爹 借了药食的书来看 我发现有一本叫做 医宗金坎的书上面有记载 一个专门可以治疗 瘀血肿痛 滴打损伤 伤筋动骨的药方 里面的配方有 丁香 木香 雪洁耳茶 丹龟 大黄 红花 芙苓 勺药 还有牡丹皮 我用这些来做药引 因为丹龟跟红花 有活血的作用 而牡丹皮可以止痛 大黄有消炎去氧的作用 我把这些药引子磨成粉 加入一些新鲜的桑胜汁 搅拌在一块 最后再放一些糯米 在锅里面蒸煮 我怕天宇觉得味道有些苦 还加了一些甘草片 这样吃起来 就没那么辛苦了 对啊 对啊 老爷 夫人 二少奶奶最近 一直在研究书籍 天天都起早贪黑的 给二少爷研制药食吃 二少爷原本啊 不仅不吃药 连饭都很难下咽 可是 他一看到二少奶奶做的饭 通通都一扫而光了 于琪啊 辛苦了啊 你为赵家所做的一切 我们做爹娘的都会放到心上 爹 这些都是于琪应该做的 我这点疯了 只是在手里 creep 你帮的都唱鸭 可我用手啊 刚才是架边的 嗯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你干嘛还那么客气呢 快点啊 快点 好了好了 我已经很快了 知道了 刘妈 今天学堂提早报学 我可不可以到那边去玩用啊 不可以 你忘了上次调到河里去的事了 你要是再有什么闪失啊 这回我可要被老爷夫人打死了 不行不行 你呀 可不要再给我有什么闪失了啊 你若非 我就偏要 小少爷 小少爷 你等等我 小少爷 小少爷 你等等我 小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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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回去告诉赵天宇 如果想要这小子的命 就拿他一双眼睛来石宫山换 如果你能够报官 就等着替他收尸吧 哎 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少爷吧 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少爷吧 我求求你了 家宝让人绑架 哎 娘 娘 少姐 娘 少姐 娘 少姐 老天爷 哎 赵家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这天宇的伤刚好 家宝又被人劫持了 怎么办呢 老爷 老爷 你说该怎么办呢 老爷 哎 他们到底想要我们赵家什么呀 八成啊 是看上我们赵家钱财了 刘娃 那人有没有开出什么条件来 他什么都不要 只是说 要二少爷用他的一双眼睛 去石宫山换 他面二哥的眼睛干什么呀 是不是天宇在外面结了什么仇啊 我看 我们还是报官吧 不行啊 那人说了 如果我们敢报官 就让我们等着替小少爷收尸 娘 娘 娘 少爷 少爷 什么事啊 小少爷被人绑架了 啊 家宝被绑架了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那个人还说一定要用你的眼睛去换 哎 二少爷 天子 难道这是你做的吗 好 您的 这两人还算什么 什么 要不想 我 并不想 人家 谁 虽然 我不能让家宝来冒险啊 你先让我上山找找看 万一天黑之前我没有回来 你们再上山吧 爹 让我陪天羽一块去吧 不行 你不能去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天羽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救家宝 你身体这个样子 我陪你一起去才放心呢 你一个女人家跟去 会更不方便 天羽还得分心照顾你 爹 您放心吧 我从小到山里长大 对山路很熟的 你们相信我 好吧 你们自己相信 我们走吧 万爷 赵老爷 一个失神以后 如果他们还没回来 咱们就搜山 好的 从这边走 我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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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再也不贪玩了 我再也不贪玩了 我再也不贪玩了 你帮我回家吧 我求求你了 回家 可以 不会要你老子的一双眼睛 你不许伤害我爹 你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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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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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 再叫我把你舌头给割了 让你再也说不出话来 听见没有 小心 天语 你在干什么 万一我们迷路了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记号找下去 如果我们有什么事的话 爹也知道我们在哪儿 走吧 走吧 不行不行 我得去救他 我得去救他 小姐 你不能去 娘 干什么 你干嘛呀 家宝他需要我 家宝他需要我 他需要我 娘 爹跟二哥二嫂已经去找了 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吧 家宝他是我一手带大的 他是我的心头肉 他需要我 你们知道不知道 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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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娘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端 奶奶也不活了呀 小姐 你千万别这样想 小姐 家宝 都过了这么久了 他们还没有消息 不能再等了 搜山吧 好的 跟我走 是 小心 往那边走 来 小心 往那边走 来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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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好了 我们走吧 谢谢你 说那么多干嘛 走 小心 慢一点 我 我冷 冷 好冷啊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水 水 我 我冷 怎么了 腿怎么了 是不是很疼 没事 有事吗 我没事 没事 这样吧 你坐着等我 我先上去看一下 你小心点 我没事的 小心一点 你也要小心一点 天语 这边有个芒草屋 我扶你过来吧 来 慢一点 来 把手给我 小心 你看 在那里 来 慢一点 别着急 好 好 天语 来 这是家宝的书包 家宝 家宝 家宝来过这 她来过这 家宝 家宝 玉琴 我们分头找找开 我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 你小心一点 你也要小心 我知道 小心啊 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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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李可 laser 你可能ø 打进去 是 走 是 小子 你可别怨我 不是我不给你水喝 实在是这深山老林的 找不到水 你要是就这么死了的话 只能怨你老子不早点来救你 天赐 玉琪 玉琪 怎么是你 他老子呢 李天赐 你怎么犯下这么大的错误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可怕 沈玉琪 我这么做难道不都是为了你吗 他赵天宇不但抢走了你 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这笔杖我难道不能跟他算吗 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报应 不是这样的 赵家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了 李天赐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吧 跟你赵家的人没有关系 赵天宇是一个好人 再保他更是无辜 你何必要这么做呢 沈玉琪 你怎么一架的赵家整个人都变了 原来的你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论我是跟别人争执还是打架 你始终都维护着我 始终都站在我这边 原来的你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不维护你 我不相信赵家的人 会做错这么卑鄙的事情 赵天宇是我的丈夫 我很清楚他的为人 够了你别说了 这难道都是我捏造出来的吗 这难道都是我捏造出来的吗 这都是我的错吗 老爷快上来 那边有个小毛屋 快过去看看 把四面八方给我搜 给我仔细地搜 是 李天子 李天子 官兵就要来了 我不想你因为今天事情被抓进去 你不要为我再做傻事了 你现在就走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你快点走吧 李天子 李天子 你无论 这也真是 是 啊 您好 山芋 神又齐 我恨你 我恨你一辈子 家宝 家宝 您好 爹 爹 二少奶奶 爹 爹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家寶 小少爷 家寶怎么样 家寶放高烧了 天宇呢 家寶 天宇 家寶 家寶 家寶怎么受伤了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带回去 找大夫给他看看 是 小心啊 怎么样了 我在家寶的人呢 我找到家寶的时候 人就已经走了 我们先回去吧 小心 老爷 爹 家寶怎么了 还烧着呢 家寶 小少爷 已经派人去请了 很快就到了 小少爷 交给我吧 家寶 天宇 你的腿怎么了 娘 他的腿受伤了 那赶紧回屋歇息 我先扶他进去 走吧 来 小心点 小心啊 二少爷不要紧吧 好了 可以喝了 可以喝了 大夫说 再喝三天药 你的伤就可以好了 不用担心 你 我不担心的 我知道有你照顾 一切都不会有事的 玉琪 这次家宝被绑架 我真的很感激你 一路陪着我 辛苦你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夫妻之间 不用这么客气 我知道 在你心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替代碧云姐 包括我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介意的 其实 只要能够照顾好你跟家宝 做一个赵家的好儿媳妇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玉琪 我真的觉得我很亏欠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对你的感激 那你就乖乖吃药 把伤养好 好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中药 也不是很难喝的 为什么 可能是我开始懂得 欣赏她的原因吧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请受弟子一拜 他 今够这么多天 我们赵家总算是有惊无限 平安无事 多谢菩萨保佑 可是弟子青春还有一愿 请菩萨能够成全 保佑秀妖 给赵家大仿 生了大胖小子 让赵家人低兴旺 子孙满堂 保佑我们赵家 从此平平安安 才无波澜 二少奶奶 王妈 你怎么一大早在厨房里啊 释迦宝想吃桂花糖糕 他一直高消不退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吃 他在梦里还嚷着想吃桂花糖糕呢 所以我想亲手给他做一点 二少奶奶 你对小赵爷可真好啊 你不晓得 现在赵家上上下下 都在夸奖二少奶奶您呢 他们说你心眼好又有胆量 怪不得老爷当初 要选你当他儿媳妇呢 哪里啊 王妈 我来忙吧 不用了 王妈 您去忙您的 让我自己来 没事 那好 好 柳妈 二少奶奶 你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辞行 为什么 柳妈 我要回乡下去了 我要回乡下去了 柳妈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有什么困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说 看我能不能帮你 看我能不能帮你 这 这什么 家宝得了倒疮 是啊 你也知道 这种病是会传染的 弄不好还会死人呢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爹 爹 这怎么回事啊 爹 柱子跑去茶庄跟我说 家宝高伤不退 是不是前两天得的风寒又犯了 我得去看看 二少爷 你不能去 你真的不能去啊 为什么不能去啊 天日 因为孙少爷得的是 洞窗 也就是天花 爹 洛大夫要求我们 把家宝房间四周围起来 避免家底的人过来走动 我已经吩咐家里大大小小人 都不要接近这里 罗大夫现在在里面给家宝诊 待会儿他出来问清楚就行了 先别着急 爹 我怎么能够不着急呢 前两天家宝被绑架得了风寒 现在又得了要人命的窦窗 我得进去看他 冷静一点 家宝是你的孩子 他也是我的孙子 我不比你担心吗 二少爷 二少奶奶在里面 你还不放心吗 他在里面 是啊 二少奶奶说了 不管小少爷得什么病 总得有人在里面照应吧 他要求洛大夫把他留下来 看看能帮什么忙 二少奶奶这个人 真是没说的呀 洛大夫 洛大夫 家宝现在怎么样了 不用担心 只要按我的吩咐按时服药 我会尽全力让他康复的 洛大夫 那家宝的生活起居怎么办呢 二少奶奶已经答应 负责家宝在隔离期间的生活起居 所以啊 他也必须被隔离了 直到令公子痊愈为止 他要被隔离 这段期间啊 你们派人将吃的 喝的 用的 放在外面 二少奶奶会自己出来拿的 还有啊 小少爷穿过的衣服 和用过的被子 都必须消毒 赵老爷 我告辞了 改天我再来一套 好 好 灭雨 千万记住洛大夫的吩咐 不能进去 家宝会没事的 嗯 嗯 家宝 不用怕 因为我在这儿陪你 你会好起来的 要撑下去 知道吗 你的东西 那些 确定 还要不然 不然 你呀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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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躺下 来 擦一擦 没事的 小姐 你吃点东西吧 我不想吃 行 老爷 你怎么还是一点都不肯吃啊 那洛大夫不是说了吗 他会尽全力把家宝医治好的 再说了 现在预期在旁边细心的照顾 你还有什么好放不下心呢 家宝得的是痘疮 不是普通的风寒 万一不小心 就会把命给送了 你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我们家宝命真苦 才刚捡回一条小命 现在又 老天怎么总跟家宝过不去 我知道你担心家宝 但你也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别到时候小的病的老了也病了 卫廉 卫小姐吃东西 是 老爷 小姐 来 小姐 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呀 家宝得的可是痘疮 那可是要命的病啊 我得赶快回娘家去了 你去收拾一下去 老婆 我们要是就这么走了 那我爹 他肯定会不高兴的 爹爹 你就知道爹 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不想想老婆我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去呀 好好好 我去跟爹商量 发什么呆啊 去呀 爹 我有件事 什么事 爹 是这样的 我想和秀芸 去趟娘家住一段时间 为什么 爹 你也知道家宝她生的病 那可是要人命的 秀芸不管怎么说 也是一个有身孕的人 我们得留心点 所以 我 我想陪她回娘家去住几天 你也认为她 我愛路上了 她可能最终是居典子的 才是特殊 我真能让她肯定 这样也不一般 架操拥从头上了 你很开心 你也得一下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要在乡上了 你怎么又要在乡上了 你怎么要进乡啊 我记得到你 你怎么要在乡上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